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对节目内容感兴趣可以进入爱奇艺华商启示录专区进行点播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也喜欢拍一些这个花花草草啊风景人物啊什么的 然后就晒 为了获取更多的点赞呢我会用一些P图的软件等等 而今天呢我们即将请上我们现场的这位嘉宾 无片社交APP的创始人 他是谁呢一起来看大屏幕 2015年初朋友圈曾被一种类似于电影截图的照片刷屏 画面16比9 上下遮伏 中英文双排字幕 电影胶片质感 但主角明明就是熟悉的朋友和景物 创造这种大片模式的图片社交APP足迹 迅速走 连续一周 闻居苹果App Store下载榜第一名 足迹创始人杨柳 36岁 出身文艺史佳 爱电影 爱古文 爱周星驰 也爱张国 2014年5月 杨柳和好友宇文青 陈凯 一起做出了足迹的第一版demo 并获得了数百万的天使投资 而大片模式的爆红 让他们陷入了现象级产品 是否会迅速消亡的争论中 半年之后 足迹用1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数据告诉大家 他们继续在用电影大片讲故事 掌声请出今天的分享人杨柳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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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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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你这么萌 是因为比你矮吗 因为我穿不了高跟鞋 为什么这么短 会摔跤啊 你看我一直在调上扭不是很好吧 做这个App的时候 这个大片模式 它爆红的时候你有意料到吗 惊喜 惊吓 感恩吧 真的吗 所以那接下来今天的时间 就赶快交给你 让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创业历程 好吗 谢谢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不忘初心 创业之路更长远 其实足迹的最初 就是想用故事来记录你的生活 让我们脚下的每一步吧 都有意义 2009年 有一位加拿大很知名的摄影师 Christophe 他打印了非常多的电影剧照 然后回到当时拍这些电影场景的 这个真实的这个地方 然后通过手持相片的方式 拍摄了一系列画中画的照片 取名叫做重回电影场景 我们当时就想说 能不能让普通的用户 也能够跟着电影去旅行 或者说去有故事的地方 拍出这样有意思的照片来 那就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些场景到底是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就是拍照的问题 其实在足迹当中 虽然大家都熟知的是大片模式 但其实最初 从我们开始做足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准备收集了 有一万五千多个电影 或者故事的场景 涉及到有六十多个国家 五百多位不同领域的名人 但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些电影了 其实还包括像 三毛在撒哈拉沙漠当中的故居 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梵高当时在法国阿尔勒地区 最后的那段时光 他画的星空 他画的咖啡馆 都是在哪里发生的 那这些地方在足迹当中 都有非常精确的 精纬度的标注 谷歌地球 谷歌街景的方式 一个一个定位找过来 要确保达到那个精纬度的时候 看出去的场景 是和电影里的场景 那个角度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有对应的画面 可以看得到 用户也可以通过足迹 直接来拍摄这样的穿越 或者对比的照片 2014年的7月份 我们完成了天使轮的融资 在完成天使轮融资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有一个 非常非常粗糙的一个demo 也只有一个简单的iOS版 几乎跟单机版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而且很卡顿 最初我们三个人 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公场地 我们就是一无所有一切 都是从零开始 我还记得最初的 我们八个人的创始团队 是我一个一个在家里附近的咖啡馆 去面试回来的 然后落户在上海市市中心 一个叫静安区的地方 一个很小的创客中心里面 这个创客中心 大概有十几支的创业团队 而且都非常优秀 我们在当中是一间 很小很小的玻璃隔间 很小 但是也很温暖 好 组建完团队之后 我们大概是在2014年的12月份 上了第一版 正式的版本 那个版本还没有大片模式 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想一种 就是让用户高频使用的 并且能够产生记录生活习惯的 这样一种图片分享的模式 那在2015年的1月份 我们的内容主编 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些场景 大部分90%几乎都是他找的 他本身也是一个摄影控 然后有一次在我们团队外出 看电影的时候 他就拿手机随便拍一张 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的照片 然后回去他拿电脑做了一下处理 加了字幕 然后做了折服和电影的 这种截图的效果是一样的 他配的字幕是 这是他们在地球上的 最后一个夜晚 当时就觉得这个好有意思 而且这个东西 可以让用户不但能够发现故事 还能够自己创造故事 于是我们很快就决定 把这样的模式加到足迹当中 我们先是让创客中心 我周边的朋友 先简单地用一下 我自己会分享一下朋友圈什么 一开始我很多 很多就是不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朋友 都以为这是哪部电影的截图 然后很多人都问我 这是哪部电影 什么一天到晚再发截图 你们做的到底是个什么鬼 那后来我就说 就一遍遍解释 我说这不是截图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照片的功能 2015年2月份 这个版本上线以后 先是周围的朋友用 然后周围的朋友的朋友用 在这些朋友当中 开始有了很多的摄影师 很喜欢用宽屏来表达取景的 然后就开始上传各种摄影论坛 在摄影论坛或者自己的微博等等 然后这些摄影师呢 他们又有了一些电影圈的朋友 包括像万万没想到呀 十万个冷笑话那些 电影圈的朋友 那些剧组的人都开始在用 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导演 到一些明星都开始用 然后就可能产生了一些 像蝴蝶效应或者怎样 就总之被病毒了 就这样传播开来 然后大家都开始用 然后从一开始 每天大概只有几千的下载 然后到了每天几万的下载 再到十几万 二十几万 五六十万 八九十万 一百多万 两百多万 一天就能下载那么多新的用户 而最初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因为我们整个服务器 是只有一台 然后一下子承接的是 这样的一个用户量 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整个服务器后台 是无法使用 经常用户打开会出现 因为拿不到数据而产生闪退 拍了照片无法分享 或者是各种各样 很奇怪的问题 那我们先是对很多的服务 进行了降级 只基本保留了用户 能够简单地拍照 做图片的处理 然后再逐步一步一步一步步 把服务给恢复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仅靠我们自己显然是不够的 原来我们八人团队里面 只有三位技术 而且两位是前端 一位是等于运维 DBA所有的数据库 服务器 后台的所有接口 都是一个人做 真的是完全要崩溃 所以大家是在群策群里 找动用各种的关系 认识的朋友 去介绍各种技术的牛人 也找了很多的云服务器商 他们也派了很多的技术商 非常强的人 来帮我们进行 紧急的一个抢修 我们有一位技术 我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是 大家都是像电影一样去生活 因为我们族级现在 像电影一样去生活 但是我们自己却像恐怖片 一样的去生活 就是每天都活在恐怖片里 因为你不知道在哪里 就突然就一根弦就崩掉 就仿佛只是一些很脆弱的 丝线在拉扯着这些功能 然后可能这里崩一下断了 那里崩一下断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除了我们请了很多技术的人 我们占用了整个创客中心 两间会议是整整一个月以外 那另外的是 我们几乎整个团队是全民客服 通过所有的渠道 微信 微博 还有系统消息等等 不停地在给用户解决问题 在给用户道歉 当时有很多用户从一开始的 一开始很愤怒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活 根本不好用 根本不能用 打都打不开 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 然后一轮一轮地沟通之后 这些用户得到他们的谅解 甚至后来跟我们 关系变得非常非常好 他们非常非常忠实 那我们最早的一些 大概一万多摄影师 还有包括种子用户 他们现在自己也都累积了 几十万的粉丝在组记里面 他们的作品也得到了 很多用户的喜欢 2015年的4月份 我们增加了一些 小小的图像识别的功能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 根据一些简单的图像识别 来匹配字幕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 在朋友圈摄一张图 他说足迹根本就是个算命软件 我说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 我当时把我家的小狗送出去 要送给朋友 然后临走前我给他拍一张照片 结果字幕自动匹配出来 是这样的 你给我回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然后他就说 这一定是他家狗心里的心声 是这样想的 我说好吧 那我们也是在4月份同时 完成了整个字幕库的一个分类 那之后我们还会对字幕库进行更精准的一些标签的匹配 也鼓励用户能够自己原创好的句子 或者给我们看到更好的句子 更好的表达 所以我们也加了除了英文以外 还有韩文 日文 法文的计时翻译功能 我自己是2001年大学毕业的 我学的是影视戏剧文学专业 但是这十几年来我做过杂志编辑 我做过老师 做过很多职业 其中十年我都是做的移动运营商的增值服务 在没有智能手机之前 很多人都是通过短信来收天气预报 通过短信来看新闻 通过采信来做贺卡 通过WAP来玩游戏 这个就是移动运营商的增值服务 其实它本身就是移动互联网的 一个雏形和鼻祖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奇妙 都转下来会发现我最初的兴趣爱好 就是我学习的专业 和我这十年来的工作经验 它其实到最后 它画了一个圆互相结合在一起 然后才有了足迹 就是生活也不止只有远方 还有眼前 认真地尊重你所经历的每一分钟 有一天这些所有经历都会成为你的财富 并且回报给你 最近我们正好和电影《命中注定》在合作 大家晒出自己 觉得自己是命中注定的人或者物等等 然后我就发现很多用户 都把足迹的页面给晒出来 在那边说遇到足迹是命中注定 接近三千万的用户 我能认得的可能不到 就是真的不到千万分之一 但是就是你们都是我最美好的相遇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参加节目这件事 用咱们那个足迹当中 那个大片模式的话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演艺方式 现场 好啊 好了吗 因为今天外面一会儿暴雨 一会儿那个 我想到一句还不错的 忽情忽语的江湖 祝你们有梦为马 随处可期 好嘞 点发布 现场有很多观众 有一些问题想跟你交流一下 咱们看看弹幕 好 说第一版足迹做得那么粗糙 却顺利地拿到了天使投资 你觉得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当时只是投资人一时糊涂吧 你觉得现在这个投资人 如果看到你 没有 后来他自己也是 咦 怎么回事 就那种就疑惑感 他后来一直说 可能当时觉得杨友是个奇葩 他会投钱给奇葩 他也 所以我说他是一时糊涂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比较重要 就是说你始终能够 就是很真实地表达自己 我觉得我要做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对你做的这个东西是否执着 然后比如说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会在准备商业计划输入的时候 说我这个东西将来要成为一个过亿的应用 然后他每个月的回报都有几千万 然后你现在投了我之后 你就会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你从来没有这样过是吗 如果要问我盈利模式的话 我会说我确实没有想过 但是可能它存在一些可能性 其实你作为投资人应该比我更了解这种可能性 是否有可能性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真实地表达自己 不要把对方当傻子 真的融资遇到很多困难 你在真实表达过程当中 那一定是你的方向可能真的有一点问题 你可能要考虑赶一下方向 好了 你也看到了 今天我们在现场还有三位青春追梦人 听听看他们有什么想跟你交流的 你们都是按脸来招的 也有要求 先从佳琪开始好不好 杨莉姐姐你好 我是咱们浙江广电集团的一名广播主持人 同时我有一个疑问 因为您这个是原创的东西 原创的东西它刚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特别被吸引住 特别好玩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很容易被模仿 特别是我们平常用美颜相机 360相机用了很久很久了 它也把这个大片的功能 植入到他们当中去了 那面对这种 原来是这种修徒界的大佬 您是怎样应对他们的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应对方法 因为一开始第一次知道 就是被模仿了的时候 其实很心塞 就觉得这么快 不会吧 这个已经像我感觉 好像自己并没有什么出路了 那种感觉 但是后来发现 大家都开始一个一个一个 就后来你会发现 这已经成为现在图片应用的 一个标配了 然后突然我心里就心态变好了 我就想 自己至少做了一些行业标准 那这个也是很骄傲的事情 但是不得不说 其实是挺悲哀的 你会发现中国整个互联网界 是一个比较浮躁的状态 通常哪里人多往哪里挤 昨天P2P 今天O2O 其实是需要我们的国家 在真正的鼓励创新 鼓励创业这件事情上 有一些更切实的政策 包括在知识产权 专利著作权等等方面的 整个著作流程 能够有一些更互联网家的思维 来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 你知道申请一个小小的 版本的专利 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移动互联网当中所有的产品 它的版本可能是 每周都会迭代一次 所以这根本都是 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匹配的 就像在两个次元活着一样 会有一些无奈 因为有一些东西 好像不是你我力量就能去改变 但是还是很感动的 就是很多用户都会为我们暴躯 就是说我们还是比较想要用原创的那一块 曾经发过一张图在朋友圈 我就是说你能抄袭到我的外表 但是你无法抄袭我的灵魂 杨绮姐 你好 我叫许国总 曾就读于俄罗斯的普希金学院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用过足迹 然后来找过我们朱继老家的 那个朱继影视程 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资料 就这点很伤心 因为他弹出来的是横电影视程 所以对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想问杨绮姐 你是否有考虑过 就是给足迹添加更加高端和前沿的科技 来完善它 因为据我目前所了解的话 在没有任何文字和其他信息的辅助下 仅通过图片的像素信息 就能分辨出图像的语意的 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 就我想问你是否有想过 把这项技术融入到足迹里面去 这个问题还是提得很好的 那个首先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 很基础的图像识别的功能 主要是用在那个字幕的匹配这一块方面 那你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目前足迹当中 所有收入的地方 都是PGC的这个产生内容的方式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都是通过 一个一个的完全人工的录入 最初我们做足迹的时候 我并不是很担心 人家能够真的把完整的抄过去 因为现在互联网来说 它不太愿意花这种人力 去干这样一件无法通过大量 爬取就可以爬到的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必须是人为的 一条条地来做的东西 那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 朱基领事成 那显然就是我们还没有 顾到那一块地方 而且我相信太多太多 这样的地方我们没有顾到 所以再逐步地添加 但是可能这是一条非常长远的路 一直觉得在今年三月份 爆红之后没有给用户一个成品 是我们一直觉得很遗憾和很惭愧的地方 我们一直想环用户一个 我们心目当中完整的足迹 所以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然后让它更好 更优化 会辅助有一些新的 比如说像前面我说的 我们增加了影集的功能 这个也是我们原来计划当中要增加的 那之后甚至还会有视频的这些功能 这也是我们原来计划中的 谢谢杨立姐 你好 刘姐 我叫周三浩 目前正在创作图影网 其实我做APP也已经挺长时间了 我之前也融过资 事实上有一个问题特别好玩 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盈利 但是你们的用户 已经达到这么一个大一个级别了 现在将近3000万的一个 对 对 你们满足用户的一切需求 那么投资者的需求呢 投资者的需求 应该跟用户的需求 我觉得是可以把它们价值合一的 你和投资人之间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不可能说就是我到处求各种投资人 谁投我 谁给钱就是我要的 其实你不光是要他们的钱 他们对于产品的建议 他们的眼界 他们的产品观 很多都是你值得学习 和去借鉴的一些地方 在选择投资人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选择一些 跟我价值观更一致的 能够接受我这样说 我一年之内不考虑盈利模式 这样的一种行为的 能够接受我是怎么来考虑用户的 也能够认可 虽然这个人比较奇葩 但他做的事情或许有价值 而不是说现在用户新增多少 为什么现在用户量会下降 那你之后要怎么赚钱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能不是很合得来 欢迎你回来继续收看 《华商启示录》 本节目的广播版 将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独家播出 杨柳真的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 在用她的真诚打动投资人 也在打动着她目前3000万 甚至以后会更多的用户 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一句 你的创业语录 不忘初心 创业之路更长远 我是足迹杨柳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 我们将邀请到 同城网CEO吴志祥 分享他的创业故事 没底线的 没底线的